哇 这个长腿欧巴李敏昊在上海也是掀起了千层浪 但是在同一城市还有一个韩国的欧巴也是让我们很喜欢的哦 另外一位长腿欧巴朴海正 很帅 是真的帅 那相比这个李敏昊来讲的话朴海正的话算是在中国已经扎根很多年了 而且还拍过中国的电视剧 那日前这个朴海正出席活动的时候呢 报了一些秘密给大家 除了长腿欧巴上周末的上海可不寂寞 暖男朴海正也现身做代言 虽然在粉丝的数量上略训一筹 但是热情度上就是人胜赢家了 现场朴海正的一评一笑都引来欢呼声无数 而主持人只不过提了一个有些冒失的问题 建造到粉丝们的集体抗议 这个还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上海吗 请问是 欧巴你的粉丝也实在是太死忠了吧 在中国这么高人气 也拍过国产电视剧 天爱正的下一步计划 是不是也要落在中国发展呢 这个问题一问出口 粉丝们又要暴动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的话 有一些什么样的大片 即将与现场的好朋友面试 男人放开 男人放开 现在韩国在反映的 《悲女人》的电视剧 马上拍摄了 然后后来年末 中国在《男人版》 中文电视剧 表海战自出道以来 一直以健康暖男的形象著称 鲜少有事非缠身 最近中国广电总局 针对猎记艺人下了一道禁令 他结身字号 自然不用担心 更表示韩国有这样的黑名单 欢迎饭粉丝们记得 要爱对人的报道